黑桃 愛心 方塊跟梅花 尤其黑桃爲死就是大家俗稱比較大的一張牌 就是由勞工永遠是民進黨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來 卻平中選 愛心 美死則是說民進黨是一個公民的政黨 方塊S說這個是蔡英文之前在競選的時候曾經有講過 台灣的架真的修得太多了 以及梅花S是政府公親辯士主按你們要自立自強啊 我們的賴心的院長也不妨多讓 也因此 蔡英跟黑這兩個庫克牌 都是由賴清德院長這邊來卻平中選 我們看 方塊K則說服務員薪水滴 請就當作是做功德 這個是做功德的經典淡畫 以及梅花K就是生澳店長用的是乾淨的梅 所以我們把這經典淡畫全部都收錄在庫克牌52章裡面 各位美朋友一定很好奇 那還有兩張鬼牌是由誰來擔任呢 其中一張鬼牌 折是由受刑人陳水扁來卻平中選 我想過去陳水扁在把外交易期間 但實際上都還是一直針對著這個相關的政治議題來發聲 並且有所謂的上街不上台或是演講不談論等等這樣的一個言詞 都已經是觸犯法律的紅線 所以我們看到陳水扁眼藍就是現在民進黨政府背後那雙看不見的黑手 所以擔任的是鬼牌 他的經典語錄阿扁錯了嗎 阿扁錯了嗎 難道阿扁錯了嗎 就是鬼牌 阿扁錯了嗎 阿扁錯了嗎 難道阿扁錯了嗎 沒有 難道阿扁錯了嗎 沒有 另外第二張鬼牌 則是由我們現在的駐日代表謝長平卻平中選 他曾經講過 在日本公開演講時發表說 台灣不缺電但電從哪裡來還不知道 這個就是打臉當時民進黨所提出的 2025非核家園這樣的一個規劃 而謝長平過去的言論也讓很多的台灣2300萬的國人同胞都認為 他到底是駐日代表是駐守的駐還是幫駐的駐 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也因此第二張鬼牌由謝長平擔任 兩張鬼牌分別是200 2004跟2008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的代表 所以我想這兩張鬼牌當之 我們再葉努力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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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